蒙古国乌兰巴托国立大学之前宣布,经过多年考古探索,匈奴蝉于停龙城,遗址终于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大约470公里处的地区被找到,为何游牧帝国都定督于此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伴随着对龙城遗址的深入发掘。 考古专家们在现场惊奇地发现,写有汉字天子蝉于,雨天无极,千,秋,万岁的巨型瓦当,其中天子蝉于瓦当,在蒙古国境内尚属首次发现,龙城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,尤其是王昌龄出赛里头的那句《但是龙城非降在》,不交胡马度阴山更是家喻户晓,然而,此龙城非比龙城,龙城的教法在史料上有各种不同的指代,若以李广和魏清卫分辨基准,但是龙城非降在这个龙城, 根据史记的记载,广居右北平,匈奴文之,昊曰汉之非将军,必之数岁,不敢入右北平,很明显龙城,指的就是汉代的右北平郡,也就是现在的西风口一带,即汉代的边塞地区,而以魏清为分辨标准。 史记中的记载是,自马一军后五年之秋,汉史四将军各万其击胡关事下,将军魏清出上谷,至龙城,得胡首鲁七百人。 从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情况来分析,龙城指的就是龙城,无庸置疑,此处的龙城就是匈奴人政治活动中心所在地,而大将军魏清拿下的龙城便是匈奴人所谓的首都了。 然而,即便是有明确的指向性,但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和汉帝国的持续打击,匈奴帝国的首都龙城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。 最初的匈奴王庭,主要集中的大漠以南的地区,根据史学家考证,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和内蒙古乌兰查部以东,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,西北野狐岭一带都曾是匈奴的王庭,直到漠北之战才形成了匈奴远顿, 而漠南吴王庭的局面,也就是说此时的匈奴王庭迁徙到了漠北,蒙古国所宣称的发现了匈奴龙城及漠北之战后,匈奴在漠北地区设置的政治活动中心,匈奴民族出现的比较早。 根据史记载,匈奴,其先祖下后世之苗义也,约纯维,司马迁认为匈奴人是夏朝移民,纯维是夏节的儿子,而根据匈奴人自身的说法,匈奴的第一代头漫缠鱼叫纯维即夏节之子,因此,在司马迁看来,匈奴人与华夏族有着近亲关系,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靠谱,司马迁著述,史记的年代,距离头漫缠鱼被杀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年, 而此时的匈奴势力依旧比较强大,汉兄之战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,据此,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说法不无道理,而史学家司马迁编子史记向来以严谨著称,在史记中他记述到,竹水草千玺,无成锅长处耕田之夜,然亦各有分地。 吴文书,以言语为约束,从同时代司马迁对匈奴人的描述情况来分析可以得知,匈奴人没有汉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,匈奴由各个不同的部族构成,各个部族共同推举一人担任全匈奴的缠余,整个匈奴社会的组织形势更多地趋近于部落联盟性质,正是由于匈奴内部施行部落联盟制,兼具飘忽不定的竹水草而居习性,因此,匈奴长久以来并没有文字, 仅仅只有共同的语言匈奴语,匈奴内部所有法令仅以语言传达,因此,实际里面就说吴文书,以言语为约束,但无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,还是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,没有文字其实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,任何一个政权体制要维持运行下去,颁布法令,起草制度,内外公文往来等,仅凭语言是完全行不通的,那么,匈奴真的就不使用文字吗? 值得注意的是,司马迁只是说过匈奴没有文字,但并不代表匈奴就不使用文字,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,匈奴人还是使用文字的,不过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匈奴人主要使用的文字居然是汉字,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了一枚战国时期的匈奴相邦印,相邦就相国。 因避毁刘邦的邦字,后世改称相国,由于史料到目前为止,都没有发现匈奴相邦的记载,且匈奴相邦印出土地点年九日深不可考,因此,考古专家推测,这枚匈奴相邦印存在两种可能性,即赵国委派官员管理匈奴内部事务,或赵国颁发此印喜给匈奴首领带以管理匈奴。 据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之介绍,大型祭祀性建筑台积遗迹,用特殊红土夯柱而成,建筑结构为向上略有收分的二层方台,四冷体形状,台积顶部平整光滑,有人类频繁活动的踩塌面,并发现一具摆放整齐的羊头,羊织骨和匈奴时期淘气碎片,在台体周围发现36个大型圆形柱洞。 陈永之表示,和日门塔拉城址位于行爱山塔米尔河流域,在城址周边地区,匈奴遗址与墓葬分布密集,有著名的高乐毛都一号,高乐毛都二号,和塔米尔乌兰和硕大型匈奴贵族墓地,其中,塔米尔乌兰和硕大型匈奴贵族墓地仅8公里,在该墓地出土了双连贯,同中,规矩境等匈奴墓葬常见的随葬品。 一系列考古发现,可以证明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在匈奴城址中的重要地位。 陈永之认为,大型祭祀性建筑台基及祭祀品的发现,进一步印证了墨北匈奴人在禅于亭隆城进行的春夏秋三季祭祀活动,由此初步判断,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,即是《史记匈奴列传》后汉书,南匈奴列传中记载的禅于亭隆城遗址,匈奴的历史。 古代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兴起于金内蒙古阴山山路,他们批发左任。 公元前215年,匈奴被秦江蒙田赶出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区,秦末汉初,匈奴强大起来,屡次进犯,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,并控制西域,后为汉武帝所败,退居末北,分裂为五部。 公元前119年,获去病风狼居须山,蝉鱼孤眼,登临汉海,近北加尔湖。 公元前53年,南匈奴首领呼寒协率众投降西汉。 公元前36年,西汉诛灭北匈奴致之蝉鱼,在东汉时,匈奴再次分裂为难。 北匈奴,公元48年,南匈奴首领海洛师逐笛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,被安置在河套地区。 而北匈奴还是叛復不定,让东汉下决心摧毁北匈奴。 汉河帝刘兆永元元年,即公元89年,都先大败北匈奴,并破其西迁,搬故在燕燃山,金蒙古杭爱山,南路勒石,明刻封燕燃山明,寄功。 南匈奴在五湖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前兆政权,匈奴与鲜卑的后代铁夫人建立了湖下政权,匈奴干扰了当时的中国,史记、汉书。 军有记载,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中原以北的匈奴人,是一些喜欢以马征战与结盟的游牧民族,在历史上。 南匈奴与北匈奴之间有个地理名词叫墨北,大漠以北的叫北匈奴,大漠以南的叫南匈奴,又因为大漠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地理概念。 所以,按照今天的习惯,一些人把在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这一地理范围内的称为南匈奴,把蒙古国及其以北地方的匈奴称为北匈奴,但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地理概念。 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修的长城外长城,分布在今内蒙古西部,蒙古国南部,由东西两段连接而成,东段称光路赛或赛外列成,西段称居延赛是经过了金蒙古国的,他大约可以算作历史南北匈奴的分建县吧。 汉朝当年为了让匈奴人投降,还修了一座寿祥城,寿祥城遗址为俄盟考古队所发掘,位于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脑木岗县的巴音布拉格古城址,蒙与巴燕亦为富饶,布拉格亦为山泉,即富饶的山泉。 南戈壁省以戈壁沙漠为主,但二泰山脉延伸到此,生成许多戈壁绿洲,因而汉代可以在此筑成,该遗址中出土了不少西汉时期军用文物,包括青铜器,陶瓷,生铁,鲁鸡,铜族,盖弓帽,五珠钱等等。 其中附近最大的土丘,被断定为汉寿祥都尉的墓葬,死于公元前71年,所以,按照今天固有的地域概念,划分南北匈奴的地界似乎有些貌势, 但从获去病风狼居须山,以及窦县在燕燃山乐石济宫等历史事件看来,今天发现的匈奴政治中心龙城遗址,会有这样几个答案。 一,这里可能是匈奴人最早的政治中心,也就是说,在匈奴没有分南北之前,他们就待在这个地方,然后,向南来到河套地区,进而形成了南北的分裂。 二,匈奴人是一个游牧的民族,他们的王庭就是龙城,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。 他们的龙城南北游移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也就是说,今天发现的匈奴政治中心龙城遗址,并不是匈奴政治中心龙城的唯一,它可能还有一些地方。 比如今天的史学家研究南匈奴的王庭,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巴雁闹尔一带,在匈奴没有分裂之前,他们夏季北去,冬天难来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三史书里说,匈奴人不会造成这个概念,可能是不对的,我们说,匈奴人墓葬都有土堆或用石头封起来。 他们在草原上做一些简单的地标性建筑,也不是没有可能的,这些地标性建筑不一定是房子,用来住人,但也可以是一个集会和交易的场所, 也就多少有些城或者城市的概念了。